上个礼拜天2月19号是中国的领导人邓小平逝世20周年的日子 讲到邓小平大家对他的印象应该比较深刻的地方是他让整个中国政策大转弯 他让中国改革开放 不过讲到邓小平他在中国高层政治人物的斗争当中 他其实没有很得志 早些一直被毛泽东压着党 后来才取得大权 不过讲到邓小平我们来带您看到最有名的就是 他当时因为香港主权 他跟英国的柴契尔夫人对抢 我想邓小平在中共历史上可以说是跟毛泽东齐名的政治人物 毛泽东当然我们知道他的最大的攻击就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让中国人站起来了 他那时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这句话 1949年10月1号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但是邓小平最大的攻击就1978年的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他采取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措施 因为从1949年到1978年 中国大陆可以说是一个封闭的国家 那经济非常的衰败 特别是文革的十年浩劫 所以当时邓小平可以说是排除众议 独排众议 然后推动了改革开放 是他最了不起的地方 也就是今天的中国大陆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经济的发展 当然完全是要靠邓小平当时 因为我们知道当时中国大陆内部的保守势力 还是认为说不能够走改革开放的道路 怎么可以把利益分出去呢 不可以走这个所谓的资本主义道路 那邓小平就说了 我们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们还是社会主义 可是我们有中国特色 那什么特色 就是我们走的是市场经济 所以他是把这个社会主义做一个包装 事实上是走的是资本主义 那这跟邓小平他从小的这个发展过程是有关的 因为他在这个16岁的时候 他当时就到法国去勤工俭学 所以他跟这个一般的这个共产党的那个当时的领导人不一样 当时当时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是没有国际观的 他是有他到法国去打工去学习 然后他当时加入了共产党 他当时跟谁在一起跟周恩来 所以周恩来跟他都是有国际观的 他们看到了就是说这个欧洲的经济的发展 那因此他认为说你如果共产党让大家没饭吃的话 你这共产党是没有用的 你会垮台 所以他从小他有这个经验 然后后来他又到了这个穆斯科的孙中山大学去念书 那时候谁是他的同学呢 蒋经国 所以蒋经国跟邓小平其实是有这个同学之谊的 这样 后来他回到中国来发展了 我们看他当时呢 在欧洲都是一个文弱书生 他很矮很小 可是你不要以为他没有打过仗 在1945年之后的国共内战时候 他当时是在刘伯承 有这二野 第二野战军的这个下面 担任这个所谓的这个协助刘伯承来代理军队 所以他有这个战斗的这个经验 他有这个军事的经验 不是只是一个文弱书生而已 所以他可以说是文武兼备 那后来我们看到到了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当时他就担任了这个政务院的叫做副总理 当时他50岁不到 40多岁就担任这个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职务 那可是呢 到了这个文革后来 但是后来我们知道 毛泽东他不满意 就是一个稳定的状态 他推动了大要进人民公社 造成了中国大陆非常多的人的死亡 后来呢 怎么办呢 就找邓小平来这个擦屁股 当时邓小平跟这个刘少奇就把这个大要进人民公社 当时可以说造成人民很大的灾难 慢慢把经济恢复 搞到经济恢复之后 毛泽东到1966年又开始搞这个文化大革命 又把中国陷入到一个所谓的一个万劫不复的境界 那这个时候邓小平就遭到了很大的批判 因为他被认为是跟刘少奇一伙的 那毛泽东推动这个文革就是要推翻刘少奇 所以可以说当时在这个文革的时候 邓小平可以说三起三落 后来到1973年 他周恩来把他解救回来 又把他送到这个 因为经济实在太烂了 又请他回来这个东南海 重新来执掌经济 一直到1976年 毛泽东死了之后 邓小平复出 可以说带动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 但是我们看到 他这个这辈子来讲 虽然对中国大陆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可是他也是被有批评的地方 就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 当时他是支持镇压的 他下令 下令镇压 对 造成中国大陆的形象 在国际间被经济制裁 那到了19 但是他1992年 他有一个很有名叫南巡讲话 他为什么南巡 因为六四之后 大陆这种左的声音 特别就是强调政治保守的声音 越来越多 经济也要保守 他觉得不可以 他说我们要正左经右 政治要保守 经济还是要开放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政治人物 很可惜 他本来可以看到97年香港回归 可是之前他就死掉 没办法去看到香港回归 那我们看到就是说 他跟这个最有名 就是1982年9月 当时柴奇尔夫人 到这个北京 要跟他讨讨论这个所谓的香港 97年怎么处理的问题 当时这个柴奇尔夫人可以说是自得意满 为什么呢 因为他刚刚才这个福克兰战争大获全胜 你知道福克兰是个群岛 在哪里在这个阿根廷的旁边 其实距离英国非常远 他是英国的一个殖民地 当时呢 阿根廷他距离这个非常近 他就把他给 这个一下就占领了 占领之后当时柴奇尔夫人 他就不要从这个英国派遣大军去收复呢 内部有非常不同的意见 他的好朋友是当时美国总统雷根 跟他说太远了 鞭长莫及 可是我们知道柴奇尔夫人 称为铁娘子 他就说我一定要去收复 果然他的派的大军 收复了这个福克兰群岛 那造成他后来使得 当时他的这个威望 可以说是如日中天 他带了这样一个威望 1982年9月去跟邓小平讨论 这个香港的问题 可以说是非常的想事 你说我就是不要给你 对 他说呢 这个香港的这个主权 可以给你中国 但是呢管理权 还是应该由我英国来管理 因为他认为说 如果你香港 被你中国大陆拿去的话 因为中国大陆是社会主义国家 香港当时的繁荣 可能就不复这个再现了 然后邓小平就回他就说 这个中国的主权 一定要能够管制香港 香港主权绝对不可以 给你这个让步 而且呢 你所谓的不平等条约 我们也绝不承认 那主权是永远属于中国的 都很硬 非常硬 那时候财旗的夫人也跟他呛下说 我考虑用非和平的方式来保留香港 因为他刚刚这个福克兰战争 硬起来 对小平说 中国人虽然是穷了一点 可是我们打仗局被不怕死 为什么他讲这个话呢 因为不错 这个英国的福克兰群岛战役 是大胜的 大胜 但是呢 我们不要忘记 1979年 中共当时也跟越南 有所谓的承越战争 他是惨胜 虽然也胜 可是很惨烈的胜利 他也是胜利 所以对邓小平来讲 你柴奇尔 你不要再跟我呛启 我也打过胜仗 结果柴奇尔一听之后 从人民大会堂走出来之后 就跌了一跤 让媒体就看到了 他好像是心神不宁 等于说他本来是很强势 就想不到邓小平 比他更加强势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 但是我觉得 财奇尔夫人 他的一些看法 也不能说完全错 例如他说 香港的繁荣 可能因为你中国大陆的统治 可能会消失 或者他认为说 中国如果要宣布 要收回香港的话 可能会带来灾祸 我们看到 香港在97年回归之后 到今天为止 他的经济的确 越来越往下走 被财奇尔说中 对 香港的老百姓 对中共政权的反弹 越来越大 我们看到这个 包含这个雨伞革命 那香港的民众 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 也不断在下滑 那甚至就是我们看到 前日这个 一月份的时候 香港的富商 肖建华 竟然是被中共 用特工人员 把他硬绑回 中国大陆去 也让大家认为说 一国两制 好像已经 只有一国没有两制了